大家好,我們現在在Mozilla Summit 2013的會場 這一位是,請他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大家好,我是Mozilla Taiwan Community的Tobi 好,那名牌很重,所以先幫我 OK,那Tobi,你今天下午聽了什麼東西? 我今天下午聽了User Personalization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Session呢? 他在做 Firefox 的個人化,然後他分析使用者的資料 但是他希望我們用一種Mozilla Way 去達成這個目標 然後同時可以保持Privacy 那有什麼東西你印象比較深刻?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有人提到了Profile的概念 就是當我在Ebay買鞋子的時候 我希望Fighthouse告訴Ebay我想要買鞋子 但是當我在Amazon的時候 我不希望買鞋子這個訊息 就是被告訴Ebay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決定我要告訴這個網站什麼事情 然後它跳出來的就是 該網站知道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我可以去控制它 就是User Controllable 對 那這樣你有什麼心得要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這一次討論的形式非常難得 就是在台灣其實是比較難做到的事情 對 就是在台灣可能QA就是在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可是當Session整個都拉成QA 然後有人在領導這個問答的過程的時候 這個討論是比較有機的 然後是可以達成一些結論的 對 好那接下來就跟大家說個掰掰吧 掰掰 掰掰